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个视频呢,是上次跟大家预告过的三月份的读书笔记的分享 然后准确来说是三月上的读书笔记的分享 因为这个月闲在家里比较空,所以就读了特别多的书 然后我又怕这个视频实在太长了,所以就打算分上下两个视频吧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三本书,然后还有一篇比较简单的论文 其实认识我的同学都知道我是不太爱读书的 但是因为现在我一直宅在家里嘛,所以说希望可以分会下自己的知识面 所以就开始读书了,那这个系列应该会一直做下去 或者说我希望自己能一直做下去,也算是一个督促自己读书的动力吧 这个系列主要的宗旨应该是说分享一下我读过的书 然后分享我对他的一些思考,或者说我读书的时候的一些心情 那也希望可以引起大家对他们的兴趣 在我开始我的分享之前,先说一点就是我读的这些书 因为我在这边只能买到英文版的嘛 所以我对他们文笔的评价都是基于英文版的 那如果想要买中文版的书的同学呢,可以自己去做一下研究 看看哪个译本是比较好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就开始今天的分享吧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本书是这一本 这本书没有封面,因为我是从学校图书馆借的 它叫Into the Wild by John Krakauer 它的中文译名叫荒野生存 那我读这本书的契机是什么呢 就是我这学期上了一节专题讨论课 它叫行走的艺术 然后上课的时候,老师给我们放了一个电影 就叫Into the Wild 然后它是导演是Shampan 我看完以后觉得特别好看,然后非常感动 然后我们全班讨论的时候也发现很多同学都特别喜欢这部电影 我们在看完这部电影以后 老师有让我们要写观后感 就是根据自己抽到的问题 然后我抽到的问题呢,正好需要这本书 那我就从图书馆借了这本书回来 然后看了一点觉得它的文笔比较好吧 然后又比较吸引我 所以说我就把它给看完了 那这部电影呢是根据这本书改编的 然后讲述的是一个 发生在1990年到1992年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如果大家听到声音是因为我那个美国社友 他在搬家 所以说大家忽略就可以了 它的主人公Chris McCandless呢 通过步行跟搭便车的方法 一直从东海岸到了西海岸 然后一直去往了阿拉斯加 然后他在阿拉斯加的荒野里面 独自生活了112天 最后呢他因为这个环境比较恶劣 然后并且他误食了发霉的 然后有毒的这样一个某种植物的种子 然后他就没有能走出荒野 他虽然是结局比较悲惨吧 但是我觉得总的基调 不管是电影还是这本书都是比较轻松的 因为他讲了他旅途中的一些故事嘛 虽然我今天介绍的是这本书 但是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去看这个电影 因为我非常喜欢这里面的演员 然后拍摄手法 还有他的配乐特别特别棒 那我说一下这本书 相较于电影来说的一些不同点吧 最大的不同点呢 就是这本书的作者 他本身是一个登山爱好者 那他对于主人公Chris McCandless的心理的揣摩 是非常值得大家去读一下的 那我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他的剧情吧 就Chris McCandless就是主人公 他出生在一个条件比较不错的家庭 然后他成绩非常优异 他并且考上了爱莫里大学 应该算是美国一个非常好的大学 然后又以很高的GPA毕业了 但是正在大家都认为 他会去继续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 或者研究的时候呢 他做出了一个令人非常意外的决定 他把自己身上所有的积蓄 我记得他一共是有两万四千美元 他当时 然后全部都捐给了一个叫Oxpan America 这样一个扶贫的公益组织 然后只身前往了去西部的旅行 读完全书的话 我觉得他这个旅行的原因 包括是他跟他自己父母关系的破裂 然后他从小就有对徒步有非常大的热情 并且他受到了一些鲜艳主义 或者是自然主义作家的影响 其中就包括梭罗 爱莫生 然后杰克伦敦 鲜艳主义呢 是这本书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概念吧 它是一个哲学上的思潮 它的中心思想主要有一些包括人性本善 然后社会可能会腐败人心 包括就是人在自己独立生活的状态下 才能达到最高的境界 那我觉得这些思想对主人公Chris 他的心态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那具体发生在他旅途中的一些事情 我就不给大家在这边剧透了 主要讲一下我自己对Chris这个人的看法 和他一些心态的解读 在我看来呢Chris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个体 他主要可以从三方面来体现 那第一点就是他跟金钱这样一个关系 他跟金钱有一种 我很想摆脱你 可是呢我又不得不依赖你这样一个矛盾的关系 虽然他拒绝父母给他买的新车 然后我前面也提到了 他把他自己的积蓄都捐给了这个扶贫的公益组织 他旅行到一个地方的时候 把身上仅剩的一些现金全部都烧掉了 这些就说明了他对金钱和他对资本主义 是有一种反对的态度的 但是因为他的旅途呢 又非常需要食物和一些器材 以便他去生存 那他在一路上给非常多老板打过工 那据那些老板描述 Chris经常是他员工里面最努力 最认真最刻苦的 原因当然是为了他赚钱了对吧 那这个就非常矛盾了 他既然需要赚钱 为什么他把钱都烧掉 或者把他的资金全部都捐掉呢 在我看来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 第一点就是Chris他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 这么一个大前提下 那资金确实是他去准备自己旅行 非常必要的一点 所以说他一些仇视金钱的行为 可能只是想要表达自己的一个反对的态度 那第二点呢 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会这么努力的工作 因为我之前也提到 他是对一些鲜艳主义的作家 有高度的崇拜 然后这个高度的崇拜呢 就导致他对这些作家的作品 进行非常书面的解读 他可能就把那些作家的话 当成自己生活的准则 那其中就包括索罗说的 人类需要努力工作 我认为Chris他是一个比较极端的理想主义者 所以他会一直徘徊在他现实中 资本主义社会和他理想中的自由的游牧社会之间 难以找到个平衡点 这就导致了他对金钱这样一个矛盾的心理 他身上的第二个矛盾之处呢 体现在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双标的人 书中多次提到他就是离家以后 就再也没有给自己的家庭发送过任何消息 所以说他的父母 包括他和他很亲近的妹妹 一直都处于一种非常担心他的状态 里面每天都睡不好觉这样子 可是呢他又对路上他遇到的朋友特别的友好 他甚至每到一个地方就会给他们寄一些明信片 或者信件来告诉他们自己现在的状态 还有一点就是他没有办法原谅自己的父母 对他的欺骗和他们两个的争吵 可是呢他又对自己的朋友和他崇拜的作家 十分宽容 如果他自己喜欢的作家或者他的朋友 有在常人看来十分糟糕的劣性 他甚至就是会忽略这些劣性 而是以他们的作品或者他们的成就去评判他们 那我觉得这一点就是 其实是对他父母非常不公平的 那我想说的第三个矛盾点就比较有意思 Chris McCandless是这个主人公的本名 然后他像很多这个叛逆人物啊 比如说进到Lady Gaga 然后或者可以追溯回Malcolm X 这样子他在上路之后 也给自己取了个别名 他叫Alexander Supertramp 我在这边觉得Alexander应该是指亚历山大大帝 因为他是一个征服了非常大片领土的人 然后Supertramp字面寓意就是 超级步行者或者是超级流浪者 然后Chris他给自己取了这么一个笔名 就是说他可以做自己新的身份的主人 然后把自己以前的这个身份呢抛住脑后 不用去想他了 但是奇怪的就是他虽然给自己取了这么个名字 但是他在旅行途中写日记的时候 一直都是以第三人称在书写 就仿佛他在观察这个新的身份的成长 或者说甚至感觉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然后包括他在最后写求救信的时候 是他最后一次发出求救 他当时的落款也是用了他的本名 那从他的日记描写来看 其实Chris在进入这个荒野 一段时间以后 他是想回到文明社会的 甚至想回到他自己的家庭 所以说我个人的感觉就是他 并没有完全抛弃自己出生时的身份 那讲完了这些矛盾点之后呢 我想讲一下后世对他的评价吧 可以说是褒贬不疑甚至有点极端 有一部分人呢认为他是一个自然至上主义者 然后他完全做到了遵从自己的内心 活出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他逃离了资本主义社会 对于效益最大化的这么一个追求 还有政府制定的一些规则 可是呢另外一部分人 其中就包括很多阿拉斯加的当地人 认为Chris是非常愚蠢的 他在旅行之前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其实是对大自然的一个蔑视 甚至有很多人都认为Chris 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 但是精力充沛的男孩子 那如果不是他的死亡 甚至不会有人注意到他 更加不会有人去崇拜他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那我觉得Chris的结局应该要从两方面来看 一方面我认为造成Chris这个结局的原因 就是他没有处理好自己跟他父母的关系 他对自己心中的愤怒呢 选择了长期的沉默 而不是说去跟父母沟通 更不要说主动提出去解决问题了 那么他这样一种长期的积累呢 就导致他的愤怒一次性的爆发 也就没有让他冷静下来 做好充足的准备再开始这次旅行 包括他去大自然旅行的原因 我觉得他其一是想去看看 他自己确实是热爱的大自然 那其二呢 也是希望能够打开自己的心结 可是我觉得大自然 既可以把你的感官向外无限放大 去观察自己的环境 却也可以将感官无限靠近自己的内心 因为在你没有别的事情困扰你的时候 那你本身的问题呢 也就会暴露得更加明显 而Chris呢 正是忽略了这一点 在本身和外界的关系 没有处理好的情况下 去一个人独自生活 是没有办法打开你的心结的 Chris在自己日记的最后 也承认说 只有与人分享的幸福 才是真正的幸福 所以说他最后想回到家庭 却没有能够成功逃出荒野 这么样一个结局 应该不是一个令他满意的结局 而另一方面呢 就是虽然说 作为一个旁观者 我们不能完全理解Chris 当时的心情 但是他在最后的告别语中 他这么写道 他说 I have had a happy life and thank the Lord Goodbye and may God bless all 我的一生是幸福的 然后谢谢上帝 再见 希望上帝保佑你们 他的手里握着这样一张 写了自己告别语的卡片 然后拍下了自己人生中 最后一张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照片上呢 他是非常开心的微笑的 相比于他之前妹妹描述说 Chris在大多数的照片中 都露出一种不懈的笑容 我相信那一刻他其实是非常幸福的 他可能是原谅了自己的家庭 或者说他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所以他尽管遭受着环境和他饥饿的折磨 他还是没有选择用枪 用子弹去结束自己的生命 而他最后爬回了自己母亲 给自己缝的睡袋 在这个大自然中 享受到自己生命最后的一刻 所以说我觉得他以这种方式 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远要幸福过 平平淡淡的长宾百岁吧 那我要分享的第二本书呢 是这一本 外面阳光有点大 所以有点看不清楚 这样子 它叫Atomic Habits by James Clear 中文翻译成原子习惯 我是在亚马逊图书分类的高分榜里面 找到了这本书 然后正好我知道 我有一些习惯想要改掉 然后我又想养成一些更好的习惯 所以我就买了这本书 我的用意是把它当成工具书来看的 那确实这本书非常的实用 我们都知道习惯是一点一点养成的 但是有时候却找不到一个下手的地方 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那这本书就介绍了非常多 你可以开始一个好的习惯 或者说去戒掉一些坏的习惯的方法 通常去改变自己行为的一些方法呢 可以分为三点 一个是改变结果 一个是改变过程 另外一个是改变心态 那许多人都会说非常注重结果 比如说我减肥要减到几斤 或者说我练一个技艺 我想得到什么奖 但是其实比较有效的改变行为的方法呢 是改变自己的心态和改变这个过程 那就举个例子 就举减肥的例子好了 比如说你没有为自己设定一个具体的目标 但是你每天运动 然后坚持健康饮食 那你会不会瘦 那你还是会瘦的对不对 再比如说一个人要戒酒 那有些人他就会对自己说 我要把酒戒掉 而另外一些人呢 却对自己说 我是一个不喝酒的人 那这两个人 谁的心态更好一点呢 我觉得应该是后者 因为前者他自己给自己的定位 就是我现在还是一个喝酒的人 但是我要努力把这个习惯戒掉 但是后面那个人呢 他就已经把不喝酒这一个标签 贴在自己的身上 也就是说 他会更加容易去遵守自己不喝酒 这样一个人设 我在这本书中摘抄了一句话 他说的是 意思就是说 当你的习惯成为你身份的一部分 或者说成为你自我认知的一部分 那就是这个习惯至高无上这么一个境界 所以说 你想养成一个习惯取决于 你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 从最简单的最小的事情做起 那渐渐的你觉得 哇我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那我就会有自信去做更大的事情 那渐渐呢 你做的这些 积少成多 积少成大的事情呢 也会成为你自己认知的一部分 然后这个是这本书 比较前面几张讲的内容吧 然后后面一系列讲的 如何巩固自己的习惯 大多数是根据心理学中的 操作条件反射去进行的 那在这里我就不多赘述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自己去买这本书看一下 那我说完它的优点 再说说它的缺点吧 因为我之前说了 我买这本书是希望把它当成工具书来看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本书里面 举的例子有点太多了 有点累赘 我希望看到的是更加多的 实践性比较强的方法 但是这些例子作为日常的趣味阅读 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尤其是像现在这段时间 我们在家里面特别空 我觉得看看也无妨嘛 对吧 那这本书相当于是一个 养成习惯的这么一本教科书 如果你想要养成习惯 那是一定要按照里面 它教你的方法去做的 但是因为我自己读这本书 也就过了一个星期不到吧 所以说还不能说这本书 对我有没有什么成效 但是我看亚马逊上的评价 那些用户觉得 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所以说如果你们感兴趣也可以自己买这本书读一下 然后试一下在弹幕评论告诉我 它对你们的习惯养成有没有效果 接下来我要讲的这本书 The Hot Zone by Richard Preston 它中文一名叫血液 我觉得是在我三月上旬读过的书中 对我的冲击力最大的一本书 那这本书呢是一本非常沉重的书 它讲的是爱博拉病毒的起源和他的一些研究工作 这个作者是一个有名的纪实作家 然后他撰写这些纪实作品的时候 都会做非常详尽的研究 他会采访一些当事人 并且有时候还会自己去实地考察 那这本书中发生的事情也都是真实情况 包括它里面描述的很多对话 它都是去问了好多个参与会议 或者是参与讨论的当事人 所以说也更加让读者去体会到 真实世界比小说里的这些虚构世界 更加可怕的一面 主要内容呢讲的是 爱博拉病毒是一个在非洲中部的热带雨林 出现的一种非常罕见 但是又非常致命的一个病毒 它呢以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速度 吞噬着人的生命 它的平均死亡率呢高达50% 其中死亡率最高的是一种叫Ebola Zaire的 这么一个病毒 它算是爱博拉的一个分支吧 它的死亡率高达90% 它进入到你的体内以后 它会摧毁你的免疫系统 然后侵入你的所有器官 让它们溃烂流血 就读起来真的是让我觉得心惊肉跳 这么一本书 你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想象有多少人 在治疗这种病毒的过程中丧生 你也不知道多少工作人员 他们穿着太空服 在最危险的四级生物实验室里面去投入实验 包括还有很多动物被当作样本去研究这个病毒的解药 这本书它对这些真实事件的描写完全可以触动到我的痛觉神经 非常非常的具体 之前我读完这本书去看了一下豆瓣上对它的评价 很多人都说它高开低走 就是前半部分写的特别精彩 然后后半部分就比较无聊 但是我觉得其实是因为这两部分写的主题不一样吧 它前一部分描写的是爱博拉病毒第一次出现在非洲的时候的大爆发 第二部分描写的是这个病毒出现在华盛顿以后 大家对它的研究过程 那我觉得这两部分对于爱博拉这个病毒的了解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显然第一次大爆发肯定能描写的事情更加多一点 然后也会有非常多有画面感的内容 但是第二部分的重要之处 我觉得它带给了我们很多的思考 让我们看到了爱博拉病毒在健康以外带给我们这个社会的问题 其中就包括病毒研究和这个生化武器的研究 它的这样一个界限是在哪里 然后它还提到了私人车辆运送这种极为致命的病毒 是不是一个符合法律的行为 然后再到一些道德问题 比如说媒体是不是应该把所有的真相全部都报道给民众 一方面呢民众它有知情权 但是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全部都报道出去的话 会不会引起更加严重的全民恐慌 那再比如一个人他感染了这种病毒 他一定会被送到隔离间去进行观察治疗 那如果是一个动物或者说一仓库的猴子 他们感染上了这个病毒 他们会不会被送去治疗呢 还是说直接放在仓库里面 等到他们死亡 以防这个病毒的泄漏 那这样是不是有为道德呢 这些问题如果大家去读了这本书以后 应该会有自己的见解和思考 我觉得这个世界它以自己的方式去对抗着人类数量的大幅增长 它开启了它自己的免疫系统 那之后还会有什么灾难呢 我们不得而知 包括这一次的新冠病毒也有可能是地球开启了它自己的免疫系统 那我们能做到就是从这次病毒的清洗中吸取经验教训 但是我感觉就是你从历史这个发展来看 人类是非常不善于吸取教训的 所以说我们能做的更简单的一件事情 就是尽量去保护这个生态系统 也算是这本书对我们的启示吧 那最后的推荐就比较特殊 它不是一本书 它是我上课的时候老师要求我们读的一篇论文 它的标题是Cognitive Biases Potentially Affecting Judgment of Global Risks 它作者的名字我不太会读 不是一个传统的英文名字它的信 这是一篇我在认知科学课上读到的一篇论文 因为我上了很多心理课嘛 所以说我对各种各样的偏见都是有一定基本认识的 但是这篇论文呢 它总结概括了非常多各种各样的偏见 我觉得非常适合大众去读 包括说我因为之前学的知识 都是比较零散的 然后这篇论文的总结也是让我学到了很多吧 它里面提到的偏见包括我们对事件发生概率的一些错误判断 然后对我们自己所用的知识可能过度自信 以及我们对衡量标准的这么一个忽视 那这些偏见呢就会造成我们难以去积极预防可能发生的危机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是非常具有参考的价值的 虽然说这些偏见很多都是人类共有的 就算你意识到了也不一定能完全消除他们 因为很多都是在你意识层面以下的 但是如果你了解了这些偏见 你就会对自己的认识比较清晰 并且在对未来做规划的时候更加谨慎 然后这篇文章一共只有25页 特别的短 然后可读性又非常高 但是我不确定网上有没有中文翻译的版本 我觉得它的英文版里面也没有什么特别难的用词 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搜索一下 那这就是我这期视频要分享的三本我喜欢的书 还有一篇论文 下期视频应该我会继续分享自己读过的书 那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内容的话 可以一键三连或者是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